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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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還跟她混在一起啊 她還在酒店陪酒耶 我警告你喔 不准胡說八道 我那胡說八道啊 莫要人不知 竹杯擠莫為 不信你自己問她啊 問我什麼 聽說你現在酒店陪酒 你羨慕我啊 你現在還總成這樣子 少叫你再瘦二十公斤你不聽 這樣就不用羨慕我了 誰羨慕你啊 你根本不配跟我站在一起 你在這邊把所有的空氣都搞砸了 小心 朱鴻慢走啊 再見 姐 還是你厲害 我剛才快被她氣死了我 我總算還有點用吧 要不然你就不要我 我哪有不要你啊 姐 你這樣我是要怎麼喝啦 人家去想你啊 想我還不接我電話 我哪有 我那天真的是在洗澡所以才沒接 你相信我啦 我說的是實話 不然我發誓 如果我說謊的話 我出門踩到狗屎 踩到狗屎有什麼好稀奇的啊 被鳥屎低到頭 低啊低啊 我無所謂啊 反正我說的是實話啊 對了 最近補習怎麼樣呢 還不錯耶 我們班導說啊 如果我的文科繼續保持下去 英文跟數學如果可以考到低標的話 我就有機會掉車尾了耶 是喔 來 敬禮 好 敬準大學生 好 謝謝 你喔 怎麼還是那麼笨啊 你喔 怎麼還是這麼愛我啊 好啦 不跟你說這個了 那其他人咧 那個小冬他不是也在補習嗎 小冬他哪是補習啊 根本是在浪費錢 一個禮拜去不到三天 還把那個好杯虎得一類一嫩的 以為他每天找出網歸多用工耶 不過說到這好杯啊 我這次對他啊 真的是刮目相看的 怎麼 你去買醬油的時候 他少少你兩塊錢啊 哪是啊 他是錯了名的一毛不拔耶 對啊 是這次吃了村子裡面的募款啊 他一口氣捐了六千塊 把大家嚇得目瞪口呆的耶 我媽還差點激動跟他下跪耶 村子裡的募款 為什麼啊 沒有縫杯開車撞到人啊 所以他要賠十五萬 十五萬耶 哪來那麼多錢賠啊 所以啊 村子裡面就發動募款來幫他 那結果咧 更感人的是啊 頭杯一口氣捐了十三萬 他把富華要讀書的錢 全部都捐出來了 你都沒有看到喔 拍熊在哭的樣子喔 我到現在想起來 鼻子都還會痠耶 頭杯就說啊 拍熊是他的肝兒子 所以他只要把富華 當成自己的親弟弟照顧就好了 頭杯頭媽他們真的是好人耶 是嗎 他們真的是好人 好人會有好抱這句話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啊 好人真的會有好抱嗎 那為什麼富華會發生這麼多事啊 你知道富華發生的事吧 最近啊 我常常靈魂出竅 把自己當成局外人 看我自己 你看 我突然發現好有趣喔 一年前的我們 怎麼能夠想到 現在我們發生的事情 我媽是有說啦 村子裡面的風水不好 才會發生這麼多事耶 不是風水 是人生 人生真的很奇妙耶 誰都說不準 在什麼時候會給我們出一個難題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玩那個過午館 記得啊記得啊 就是那個拿紙捲起來 然後用手指頭去走路的那個嘛 嗯 其實人生啊 就是過午館 我自信滿滿的 自以為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 走著走著 才希望自己得到了保證 誰知道 就在岔路 碰到了一個阻礙 於是我們又讓回去重頭 卻又在下一個路口 碰到另外一個阻礙 還是你最好 每次都怕著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曉得該走哪一條耶 對 明明走了戰戰兢兢 卻一路上沒有高潮 也沒有任何的阻礙 我的座右銘啊 就是平凡最好 對 沒有保障沒關係 只要平平順順的啊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遇到許一元嗎 對啦 所以 明明喜歡的要命還裝 我哪有喜歡的要命啊 那那天幹嘛掉頭就走了 那天是因為 因為 他都沒有打電話給我 我也找不到他 後來我又看到你們兩個在一起 我就 就 就以為我水性洋花啊 誰會以為你水性洋花啊 我 我只是在想 如果是他陪在你身邊 那也很好啊 反正他那麼喜歡你 你跟陶富邦又 姐 我求求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跟陶富邦分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那你就先從事招來 你跟徐妍發展到什麼地步啊 唉唷 他真的喜歡你耶 我管他喜歡誰啊 徐妍原是真的真的真的喜歡你耶 好啦好啦知道啦知道啦 那你就不要鬧弁扭 好好跟人家在一起嘛 好啊 生意咩 你真的被徐妍帶壞了啦 我哪有 哪沒有 這種事還要逼問才要說的喔 人家就不好意思咩 有什麼好不好意思的啊 談戀又不是得香港腳 有什麼好不好意思說的啊 拜託你大方一點 儘管高高興的跟人家說 這是我男朋友 不行啦 那很三八耶 是嗎 嗯 那 我現在是不是要用這種 偷偷摸摸的方式跟你說 我要結婚了 唉唷 不要鬧了啦你 我是真的要結婚了 所以那天 好嗎去找你 是要跟你談你跟富邦的婚事啊 倩 倩好棒喔 好高興喔 我真的很為你開心喔 倩 換我敬你 我敬你我敬你我敬你 來乾杯 謝謝 謝謝 我敬你 既然這樣就來一個機會教育 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真正的大方 什麼東西啊 倩 別擦 好 這位是我們很符合 愛 愛 過來吧 衛生紙 超汗 謝謝 怎麼了 數學考驗了 沒有知道 沒理媽媽 那是誰欺負我女朋友 我去找她算帳 到底怎麼了 今天要結婚了 啊 王千千是瘋了是不是啊 怎麼會去跟一個阿渡阿在一起啊 那外國人衣服一脫 裡面都是毛跟欣欣一樣 對啊 一個欣欣怎麼跟千千配啊 一定是因為錢 那外國人是不是很有錢啊 我怎麼知道她有沒有錢啊 我只知道她戴了一個好亮的手錶 一直刺到我的眼睛 難道是露雷 什麼是露雷啊 連露雷都不知道啊 這是一種很貴的手錶啊 通常啊 只有產膠才買得起 等一下 多貴啊 幾萬塊啊 十幾萬 甚至有些上百萬 啊 這麼貴喔 唉 我看陶庫幫這次是輸定了 她連幾百塊的手錶都買不起 你幹嘛這樣說話 好像欣欣只是一個會向前看的人 我不是那個意思啦 不是說 你們有哪一個人 可以像我對欣欣現在這個狀況 這麼感同身受的 唉 為什麼我們這麼窮 要不然也不用眼睜睜地看著富邦跟欣欣分手 便宜那個阿兜啊 唉唉唉唉唉 一口 出臉意見嘛 我沒意見啊 我只是有疑問 什麼疑問 欣欣她為了仰望她全家而跑去唱歌 辛苦而賺錢 這些 我並不意外 可是為了錢 而去嫁人 這不像我認識的望劍欣她會做的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是 欣欣真的喜歡那個傢伙 怎麼可能啊 欣欣才去唱兩個月而已 怎麼那麼快就一情別戀 她才不是這種人才不是咧 那是為什麼 一定有原因的 我想到了 今天欣欣跟我說了一段話 她說喔 會發生這麼多事情 就像是小時候玩的過五關一樣 一開始啊 會選擇一條路 然後才剛拿到寶藏 誰知道 就在岔路碰到了一個旨愛 也是我們又繞回去重頭 卻又在下一個路口 碰到另外一個旨愛 所以 欣欣遇到了兩個障礙 除了張舒子的障礙 她還有另外一個障礙 唉唷 孫怡美妳也拜託好不好 這是倩倩的一種比喻嘛 她在比喻 人生不如一的事 十之八九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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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直覺很靈 她一定發生什麼事了 跟陶藏幫分手 不就第二個障礙 對齁 直覺很靈耶 我們就一定要選擇一條路嗎 什麼啦 如果人生真的就像顧五官 那可不可以一開始什麼都不要選 就這樣賴在前面不走 我懂我懂我懂 最近啊 我也一直這樣覺得 如果我們永遠不要長大 那該有多好 你想想我們小時候啊 好快樂喔 用不完都快樂耶 我們可以去打球 我們可以去點穴 我們可以去抓鬼 我還可以留進電影院去看電影 看電影 看電影不好玩啦 你都忘記了嗎 那時候因為我邪太大 然後在電影院門口跌倒 結果你們都不理我 一個一個跑進去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跟那個收票說 我媽媽在裡面 就還問我媽媽是哪一個 我嚇了哭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不完我不好玩啦 水美你真的很衰耶 所有倒楣和不好的事 通通都被你遇到耶 欸幾寇我跟妳講 水美真的超呆賽 妳要小心一點喔 屁啦 屁什麼啦 有一次去偷擺香果 妳還不是被豬媽打回家裡 那一次是因為 妳跟陶寶王叫我在下面 顧擺香果不准跑耶 拜託 人家已經在那邊喊那麼久 妳還不知道要跑 笨蛋 欸欸欸 那我奪獎義氣啊 我快被打死 還沒把你們兩個招出來 這...這倒是喔 欸欸欸 妳還記不記得有一次啊 我們把鞭炮丟到陶寶王他們家的院子 結果把陶媽在曬的棉被燒起來 結果正在大家都怕要死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人說 欸回家把那個破頭爛鐵瘦一瘦拿去賣 然後看可不可以去買一個新的棉被 我記得我記得 然後所有的人就衝回家去搬東西 要的不要的全搬 結果只換了12館 對啊 那天晚上我爸回家喝水 欸沒水壺 那天我媽回家只換欸沒鍋子 然後那個陶寶幫啊 他連他家的菜刀都換了 你知道那天晚上啊 我們全部喔 都被從貝斯明拖出來 毒打一頓 好慘喔 有有有有 那時候正好 為什麼都回不去了 啊 春天的花開 秋天的風 以及冬天的洛陽 猶豫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經 不值得這麼想 光影它帶走四季的波 我輕輕的遊場 風華雪月的時劇裡 有個年年的成長 有誰它帶走光影的故事 改變了一個人 就在那多桌上 趕來初四等待的青春 發望的香片 古老的心 以及推射的聖誕卡 年輕是為你寫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抹去的誓言 就像那刻本裡繽紛的書籤 刻畫著多少美麗的詩 可是終究是一陣眼 流水到帶走光影的故事 改變了兩個人 就在那多醜山 感的初始流淚的青春 遙遠的路程 遙遠的路程 昨日的夢 以及遠去的笑聲 在世地見面 我沒有理解了多少的路程 真的要跟寶樓了嗎 為了留住你 我必須這麼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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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天真的看不到人生的无奈 感受不到命运的心狠手了 你可以看不到妈的苦 我亲亲 莫要告诉你 你的天真 你所谓的尊严 将来会害你受苦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但愿有一天你会等我说的话 但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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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